接下來看這個便搭 這邊是屬於煮白菜跟木耳的部分 這邊是不忘 盡量調乾淨 這邊還有一點點 這個是冬粉 冬粉的話 阿雲是沒有把它當作是一般膳食腥味的來源 炸雞就會看起來就覺得很好吃的樣子 這邊有一點醬油 因為不容易調得乾淨 阿雲盡量調 看可以調多少 換它一個該有的面膜 大概是93